波波星球 記得訂閱波波星球 泡泡可可的頻道喔 我們現在請楊姐稍微介紹一下 關愛之家平常是在做什麼的 謝謝大家來謝謝泡泡星球 跟那個 波波波波 波波泡泡可可 還有大四季佛倫社 還有很多的贊助廠商 謝謝你們今天來關愛之家 房子倒的話是 因為建商是三四十年前蓋的房子 有時候要追溯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他已經沒有在做了 如果他評估是海沙屋不能再住 那麼簡單一點我們就拆掉蟲蓋 但是如果不行的話 我們就要修繕以後再住進去 但是真的隔壁不敢住了 你們也知道其實下雨 它裡面就漏水 你要重新做到可以住人的情況 再沒有大地震為延者 有大地震他還是會再倒一次 因為裡面的結構都已經稀巴爛了 然後其實我們在這次的捐助過程中 很多人都會覺得說他們長期 有人在捐助跟尿戶 總共130位以下的小朋友是大概三歲以下 如果在座有養小孩就知道 零歲到三歲一天至少要十片 那其實他們大概有130片 一天其實大概用到1300片 在募款的時候跟募物資的時候 其實有跟一些廠商聯絡 好奇寶寶其實是有長期在捐的 但是好奇寶寶他們捐了60箱 可是60箱只有13000片 相對的大概兩週到一個月就用完 所以其實民生物資是非常缺乏 不是說今天捐了然後明天就用不到 是一直很持續的需要長期的被照顧 然後剛好現在的女兒想要突然倒塌 他們更需要社會的去關注這件事情 那其實這一次除了捐善款以外 還有很多的物資像 他是專門做這次的抓肉防水 他整個就是他做公共同學 他二外不說就直接說包給我沒有問題 漢城就是做那個燈光的燈具的提供 然後那個小四就是有提供那個牙刷的部分 跟一些就是液疹的部分 然後這個是陳恩他是做那個監控設備 因為監控系統對小朋友的安全也非常重要 然後西明是做電子鎖的 那之前就是要幫我們換電子鎖 對前後電子鎖 然後呢他是做整個這次的行銷 就是就是有那個背板啊都是他做的 然後呢這個就是網紅有在捐助的 然後這是直播經濟的 他們就是這次有做一些號召的動作 請大家做募捐 明星教練Apple夏宇他也是那個 也是有樂捐的網紅香香姐姐 對也是波波星球的香香姐姐 然後旁邊也是網紅是冥冥兒 對然後他們這一組是贊助那個 熱木洗髮精整組對將近快十萬多塊左右 然後其他的就是佛倫色色友跟大家揮揮手一下 對對對這次大司機社員就是非常 熱情的就是主導這一切 就是協助的廠商主辦單位 攝影師現在我們長進的攝影師 就是也是我們這次的紀錄片的 就是幕後工程人員大概是這樣子 其實楊姐現在捐贈這個奶瓶非常的有益 就是讓大家回去存錢 存滿了之後呢 再拿來關愛之家捐贈給他們 對不對 就是運安520的活動 奶瓶需要您 因為他們需要尿布啊 奶粉錢 所以呢我們把全 到存滿之後呢 再拿來給關愛之家喔 非常感謝大家 贊助跟支持關愛之家 我們要繼續支持關愛之家喔 有在追蹤泡泡哥哥都知道 平時泡泡哥哥有為孩子發聲做公益 像是肯奈協會 關愛之家 起民學校 起自學校 創世基金會等等機構 大家來做公益 泡泡哥哥 你們在看什麼 你們在看什麼 你們在看波波星球 對啊 我在看 你們在看我 你們在看我 好來 拜 謝謝 抱抱 哥哥 謝謝 記得訂閱波波星球 泡泡哥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贊助 我們下次再見